赛季剧情第一段终于见到了预热土中的安哥 那这位见证的老爷子究竟是何许人言 别着急,本包先说一说铁臂 铁臂是沙海中最强的船帮 而他的创始人就是安哥 其实就算不说,从铁臂门口这俩大雕像也能猜出来 不过安哥的身份可没这么简单 他原本是金庭的高级将领 当时金庭王为了追求无上力量而不择手段 安哥因为反对了金庭王的作为而被流放沙漠 紧接着金庭便开始陨落 安哥联系之前的旧部下并收留了很多流民和将士 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势力 还记得之前加罗CG中某种入侵事件吗 安哥也参与其中倾缴了很多变异某种 所以说安哥以及铁臂是属于正义的一方 但为什么会被称为匪帮呢 这是因为有很多城邦都想要招揽安哥 但都被安哥拒绝了 所以那些城邦爱而不得就把铁臂公该划定为匪帮 话虽这么说 但生活在沙海的沙民都是非常崇拜安哥的 毕竟安哥的所作所为他们都看在眼里 都自称是铁臂的分布 所有人都相信安哥是能带领云中走向新生的真王 而安哥却认为年轻一代才是沙漠的未来 比如戈亚 老爷子就一心希望戈亚能够继承铁臂 都是好人 那反派是谁呢 难道是CG中被戈亚痛击的盘亚帮 真正的大boss还没出场呢 那就是杀蛇帮 杀蛇帮是漠北最强杀民帮派 他们为了寻找所谓魔神遗留下的神秘宝藏 活跃在云中各处 作风阴狠 传闻他如魅影般神出鬼没 如游蛇般冷血暴力 但这只是传闻 很多人都未曾见过他 他的真面目和真实身份就更没人知道了 杀蛇帮层元数量并不多 但都是各怀绝技的亡命之徒 手段也是一个比一个狠辣 在外出行动时也会模仿首领戴上面具 在戈亚CG中 他站在一片绿洲之上 这绿洲就是汉海图兰 在云中末地的中心 有一处被黑沙暴笼罩的地方 数千年中没有任何活物能穿越这里 因此被沙民们称作湮灭之地 但其实在这里面存在着多处宁静无风的风暴眼 戈亚偶然发现了这个秘密 就带着自己的沙民组织 在这里建立汉海图兰据点 由于是沙漠中的绿洲 各种资源都很充足 并且外面的黑沙暴 使这里具有一手难供的天然地理优势 汉海图兰有种植区 工坊区 商业区等等 自己自足好不快活 而且戈亚收留的 大部分都是无家可归的沙民 如此看来戈亚真的是快做领袖的料 除此之外 沙海还有很多的内容 比如神运之战的遗迹 点火仪式 汉海之星 黑金沙等等 兄弟们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世界观体验站详细了解一波